终极战士 掠夺者上周在北美拿下票房冠军 翻射自网络娱乐频道综合报道 长寿科幻动作系列电影终极战士 掠夺者 The Predator 最新张上周将敌人吃钱抹镜 在北美拿下票房冠军 风光至极由福斯、Fox出品的终极战士 掠夺者制作费8800万美元 约27亿台币 上周票房近账2400万美元 约7亿3000万元台币 拿下票房第一 中央社报道 前两周居关的贵修女 The One 跌至第二 但上映第二周仍有1820万美元 约5亿5000万元台币 电影贵修女上周在北美票房 吸金5亿5000万元台币 翻射自网路排名第三是首映的失踪网红 A Simple Favor 这部由安娜肯德里 Anna Kendrick 和布雷克莱弗利 Blake Lovely 和眼的芯片加贫如潮 票房有1610万美元 约4亿9000万元台币 近账而由马修麦康纳 Matthew M.Z.Kanog 朱演 根据真人真事改编 耀明人生 White Boy Rick 首周吸金880万美元 约2亿7000万元台币 排名第四 浪漫爱情片疯狂亚洲富豪 Crazy Rich Asians 则跌到第五 但票房仍有870万美元 约2亿6000万元台币 请不吝点赞 订阅